日本众议院选举三天后投票 是的 那么根据朝日新闻的最新调查 在反对党分化和士气不振的大环境之下 寻求蝉联的安倍蝉联合阵营 很可能赢得国会下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席 继续强势执政 以下是本台驻日本通讯员石田三千代发回的报道 安倍在2006年成为二战以来日本最年轻的首相 不过他一上台 政府就传出各种丑闻 包括内阁部长非法处理政治现金 结果安倍一年后以健康理由辞职下台 安倍2012年底再度出任首相 除了成立一支管理型内阁团队 本身的妥协手段也更纯熟 尽管安倍经济学出现后劲不足的迹象 安倍和自民党预计还将稳健蝉联 安倍经济学出现后务不足的迹象